如果說到這個天高熱 已經繼續在地北 上禮拜增加兩百控制 本土的天高節白熱 主要是一區台南 也出現頭一個四孟固案 這位過往的 是一個四十多歲流行 它不然感染到天高節 也一樣有熱水 進行才會來過往 另外這個風太過後 火水比較高 也要注意問題 激水容易遷出這個拖北方 也提到這個民眾 這些激水都要拚到 天高熱熱情起床在討 一段數公佈 今年突出一個天高熱希望的個案 是一個台南七四十多歲流行 七月十六開始發生 因為症狀不改善 十八段以致療 經過病院通報減減後的確診 而且尖端有熱水 加在症狀 在七月二月 因為病情惡化不幸過往 有後部長四歲 也清新路南 實在天高熱熱呼 就是沒有錯 但是在可能是有這個雙重 雙重的死因 也就是說 那個又是一個加重因子 那基本上他意思的判斷 應該是主要的死因 那個熱衰竭 除了本土頭一個天高熱 希望的個案以外 這段數萬發言說 中禮拜又是新增加兩百 控制本土天高熱的病例 其中又是以臺南七一百六十三 接上座 再來是雲林館四十例 至高雄七三例 事實上再來 以六月十三 加進今年投一個本土病例以來 累計到達一共六百三十例本土病例 那這六百三十例的一個本土病例裡面 有七例的一個重症病例 跟一例的一個死亡病例 那大於六十歲以上的 有佔了四千百分 那目前國內的一個登革的疫情 仍然持續處於上升的一個階段 市水管表示 在這一次天高熱的大流行 已經要十年了 從來承胎也會持續帶來浩世 要承胎天高熱是更不簡單 在臺南市上次到未討天高熱的網站 是要去辦文 只要他們家裡的宿舍來活動 不過也提親民眾 在那裡住大火之後 要是要落實容器降臨 到清爐出現完 而且如果出現發燒頭痛 也會後面是 筋肉跟關節痛痛痛痛的症狀 要是要的光景給醫生看 記者 總好 報道